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弗莉老師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款 以拜占庭技法 延伸做的一個 項鍊墜子 像這樣子我們要以這個 就是拜占庭的那個技法 然後 延伸做一個 項鍊的一個 最四頭 那我們先取這個 1.1乘7的 不鏽鋼環 要套入 8個 1乘5的不鏽鋼環 那這個1乘5的不鏽鋼環 我們要確實的開合 要確實做這個開合的動作 打開 再密合 那我們要套入8個 在咖啡 就要斜了 我把整個 把這個1乘7udi環 確實的密合起來 那 我們要開始來做拜占庭 这个一乘七环就是败占挺的第一段 这两个取随意取两个 作为第一组的败占挺 那这里是第二段 那第三段我们加 这个 我们先做那个坠儿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加 0.8乘以5的环 两个 同样位置再加一个 这是败占挺的第三段 那不要勾到第一个环 那第二个环做加上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就是 这个第三段的那个第一个环 我们就直接把它往后面放 让它自然垂下来上下颠倒 那这个 现在在夹子上面的就往自己的方向放 所以是前后开 手稍微辅住压住一下 把这个第二段的环打开 就可以看到藏在这个中间的第三段的环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加 两个0.8乘以6的环 我们先从坠儿的那个地方做 这是第一组 那我们现在要在这两个 0.8乘以6的平行圈的中间 再加一个1.2乘以8的环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两个要平行圈 不可以平行交叉 第二个环不可以勾到第一个环 第二个环如果勾到第一个环 就变成交叉圈了 再加一个1.2乘以8的环 这样才是平行圈的 这个中间我们加一个1.2乘以8的环 这个中间我们加一个1.2乘以8的环 这是第一组 拜占庭 那第二组 拜占庭就在 拿两个 第三跟第四 一样加0.8乘以5的环 一样加0.8乘以5的环 一样第三段的环前后开 然后第二段的环左右开 第二组开始 我们这里要加的都是 0.8乘以5的环 刚才第一组加的是0.8乘以6 那这里开始都是加0.8乘以5的环 同样位置再加一个 不可以勾到第一个环 那这两个平行圈的中间 再加一个1乘以6的环 这是第二组 好那第三组 再拿两个 再拿两个 加0.8乘以5的环 两个 做法跟第二组一样 做法跟第二组一样 一样 来自一个 这两个 是不是平行的 中間再放一個一乘六的環 正在選一種新山中心 並從明天開始 中間也放入柱子 中間長起原子層 中間廣場 多次回《宮崎之夕子》 去副城寺 要先确定这两个是平行的 才可以在中间再加最后一个1乘6的环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四组的拜暂停 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状况 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接链条的地方 各位发现这两个垂下来往下垂 这两个翅膀 这个上下的它可以垂直 可是这个左右的它没有办法拱起来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第二组跟第三组的中间 还有第三组跟第四组的中间 这个地方再各放两个1乘5的环 让它撑起来 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环呢 这个是我们要做最耳的地方 那我们要让这个左右两侧拱起来 所以我要在这个 第三跟第四的中间 先在1乘7的环上面再加两个1乘5的环 让它撑起来 第二跟第三的中间 第二跟第三的中间 我們要秤最後一個環還沒有加上去的時候 我們要稍微的調整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環左右的環讓它是在中間的這個環的上面 我們讓這個中間的這個圓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這一組讓它在裡面 在下面 這樣它這邊兩側才會翹起來 會有一點點差異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先稍微調整一下 像這樣子 這個環這個是中間我們要 放項鍊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現在這個環的左側它是拱起來 它是在左側的這個平行的這個 就是橫的這個環的上面 那我們要把它放到下面去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稍微抓起來 這樣子 那這個位置還有一個要放 我們讓上下的上下的那兩個這個兩個環是在左右的下面 你也可以先把那個1乘5的環放進去之後 放進去之後再來稍微調整 比較不好調 最後一個環最難放 因為它已經很緊 有一個 Kirch的大小小的那種 よろしく煮一下 那麼最後一次 我們ossaтрano 是 對 我們現在一場 有一個 對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宮城 这样子我们把这个项链放进来的时候 项链就直接放在这三个环 中间的这三个环 直接穿过去就可以 这样 那它就不会垂下来 像刚才那样是往下垂坠的 那我们现在让它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十字的那个效果 它就立起来 比较有精神 看起来比较有精神 那这个项链的尾端呢 我们就一边夹那个辅助链 它一边加问号钩 那这个用0.8乘4的环 就是这样的 它就会有精神 风筝 我用一个牛腹 你用了一个牛腹 它就会有精神 你用了一尊散 它就会有精神 它就会有精神 这个辅助链的尾端可以用剃增加一颗小颗的绿松石 然后直接就把它扣在这个辅助链的尾端 作为那个项链的装饰 那这个中间的 其实这样子它也可以作为一个项链的坠子 这样子也可以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稍微再加一点点东西上去 加一个天然石 那这个我们就用这个0.6乘以4的这个 圆头的提增 先把这个等一下 这个刚才的这个绿松石的尾端的 项链尾端的那个绿松石装饰的也是一样的做法 只插在这里 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要让它垂跪 垂坠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我们做一个 像这样子的九针的话 有时候我们怕它掉 稍微 勾到的话它比较容易松脱 那这个带在后面的话 OK 因为比较不会勾到 那这个在前面的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能就会 让它稍微比较长一点点 做那个两圈 一圈半到两圈的一个 双圈的效果 所以大概就是留1.5公分左右 一开始的时候 用这个比较尾端 比较圆的地方 比较靠近这个工具 靠近自己身体的地方 这个比较宽的位置 卷 那卷到这个交叉点的位置 要让短边在外侧 然后再继续卷 就要往前面移 往这个比较细的地方 这样这个圈圈才会小 前面这个是用一层七的环去做的 那这个的话 这个是用一层八的环 其他所有的都是一样的配件 只有中间这个改成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一层八的环 那这个四个 四个角的这个的话 是用一层七的环去做的 所以这个环的大小 会决定你可以做基组拜占帖 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一个 这个拜占庭的延伸的技法 比较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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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芬莉老师 下回见 拜拜